流暢的轉身暴扣 犀利的後仰跳投 和頂尖運動員比起來 只有一隻右手的Kevin Lloyd 動作一點也不馬虎 這位來自美國的獨臂籃球員 從國一時被校隊剔除 到堅持夢想 苦練不懈 並獲得NCAA一級獎學金的奮鬥故事 在二零一二年被拍成紀錄片 如今他二度來臺 希望用他的故事 激勵更多臺灣年輕人 Kevin Lloyd的奮鬥歷程 在美國廣為人知 這也感動另一位十八歲 美國獨臂籃球員Zack Hoskins 現在他已經跟隨Kevin的腳步 成功進軍NCAA 兩位獨臂籃球員 將於動過六次膝蓋手術的Togreen Somerville 組成夢想做的道對 在臺灣與SBL選手 進行四手對六手的三對三鬥牛賽 因為以一個運動家精神來講的話 當然是要全力以赴 不管是對手是站在怎樣的角度跟立場 活動將從五月三十號開始 將在臺北高雄兩地進行 一連串八場較量 但對他們來說 比賽結果不是重點 而是要在臺灣球迷面前 打出一場又一場激勵人心的好球 文化體新聞採訪報導